我们来做电饭锅食谱沙丁鱼焖饭 这个食谱做法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味道很棒哦 洋葱切丝红萝卜切丁蘑菇切片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炒香洋葱然后加入胡萝卜冰和蘑菇片一起炒 加一茶匙黄姜粉和一茶匙盐调味 这时可以闻到黄姜粉的香气哦 炒香以后倒入生米翻炒 然后加入沙丁鱼肉捣碎拌炒均匀 加入一汤匙番茄酱炒片刻 沙丁鱼放在米饭上 再加入适量的水就可以煮饭了 沙丁鱼焖饭煮好了 哇 很香呢 将沙丁鱼捣碎拌匀就可以摆盘开吃了 金黄色的米粒和沙丁鱼的鲜香味道真的很好吃 大家记得要试一试咯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